第五集 吸引的尾巴 小燕鼠 快出来 怎么了 呵呵 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我重新修整了一下这个车 怎么样 没说的 帅极了 走吧 小燕鼠 我们兜风去吧 好玩的 兜风的感觉怎么样 可是滑板车要怎么样才能停下来 我的刹车往的修了 让我再来玩 一年一度的家庭聚会 我可一定不能丢脸 好玩呢 吸引先就小心 小燕鼠 你还好吧 我们是不是撞着谁了 吓死我了 我没事 幸好我胆子大 换了别的蜥蜴 尾巴早就 你的尾巴 你别动蜥蜴先生 我来给你做人工呼吸 放心 放心了 这是我们蜥蜴的生物特性 用断尾 用断尾吸引天敌的注意力 不久之后 尾巴就会长出来的 可是 现在尾巴对我很重要 我正要去参加蜥蜴聚会 光着屁股去参加舞会 实在是太失礼了 怎么办 我还是回去吧 等一下 蜥蜴先生 我帮你找一条蜥蜴尾巴吧 比原来的更漂亮 蜥蜴帮忙 我可是森林里的发明家 小鼹鼠 帮忙 鲜花尾巴 全部用竹林鲜花编织 不仅美丽 还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清香 可真香 鲜花尾巴真棒 我一定会成为最漂亮的蜥蜴 伙计们 再见 再见 怎么样 我的竹林很棒吧 很美的样子 救命 请我把蜜蜂抓来 蜥蜴先生 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们 对不起 我一受到惊吓 就控制不住我自己 我居然一天之内失去了两个尾巴 放心 我还有别的办法 保证不会让你再失望的 看 用你把捏的尾巴随时变换款式 变换款式 我喜欢 希望这次不会再失败了 再见 再见 你们巧 泥巴不防水 没关系 我还有更棒的主意 这个尾巴是不是小了点 这是充气的 怎么样 够大的吧 不过 这也安全了 没事 再大点气 这次一定要让你成为尾巴最棒的心意 其实不用太夸张 我会不好意思的 快回去 快回去 你们尽力了 我还是就这样回家吧 都是我们不好 希希先生够上心了 我们一定要让希希先生满意 我宣布尾巴大作战 开始 把诵语 把诵语 开心 我 开心 开心 吉毅先生 看 这是 试试 这次的尾巴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你们觉得怎么样 太棒了 谢谢你们 这真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尾巴了 最漂亮的尾巴 最漂亮的尾巴 等等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最漂亮的尾巴 开什么玩笑荒谬 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有比我的尾巴更漂亮的尾巴 把假尾巴给我 你怎么不讲道理 行 先生快跑 狐狸先生最喜欢上别人的东西 我是沙漠赛跑冠军 你可追不上我 这个尾巴太重了 站住 赶紧往哪儿跑 赶紧往哪儿跑 停下 我也想 我快跑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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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谁的尾巴最漂亮了 义先生 你的尾巴 没关系 虽然没有了尾巴 但是我很高兴认识你们 不过这条漂亮的尾巴的确是可惜了 你的尾巴长出来了 我都没感觉到自己的尾巴又长出来了 那你可以去参加聚会了 不行 我还必须邀请我的两位好朋友一起去才行 那感情好 走喽